這次的大會舞爭選非常的緊張激烈 也可以看出每個隊伍的實力都很堅強 今年的競賽是由各族群和領域的公正人士担任評選 以簡單易學、動作設計還有舞蹈表現、三大面向為評分標準 反映大會舞編排推輯普眾的目標 花蓮縣原住民聯合逢年節 集結全縣六大族群各部落共同響應 永續傳承部落的文化精神 去年我是以自己部落的傳統服來去做呈現 那在舞台上面就是很少也會有阿多蘭部落的這個傳統服 會去拿去舞台上面做一個展現 所以去年有這樣的機會我覺得對我自己部落的文化 會是讓更多人可以看見阿多蘭部落 然後會想更多來深入了解屬於阿多蘭部落的一個傳統 而今年擔任評審的吳德幻同目天靈熙老師表示 這次的評選團特別挑選多元文化以及多層次所組成 希望評選出的舞蹈能夠讓民眾輕易地學習及推廣 評分方式有稍微不同跟輕易亡不一樣 就是把義學而且很容易融入大眾的舞步來做為主 所以我們今年有特別一個項目叫簡單義學它占了40%的分數 所以我們今年會希望這個大會舞是簡單義學 而且能夠凸顯花蓮六大族的特色 大會舞的征選活動由參賽隊伍自行編排舞蹈動作 為求比賽評選過程公正 縣服特別邀請九位評審人員就參賽隊伍的整體舞蹈 創意、音樂、文化元素以及是否適合推廣等進行評分 以作為年度聯合逢年節大會舞的指定舞蹈 記者臨結花蓮室採訪報導 至少